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19日 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確診的數目逼近10萬宗 疫情和嚴寒雙重的夾擊之下出現死亡潮 多間公立醫院臉房爆滿 有些遺體還要放在臉房地上 臉房有施蝶絲的情況 不少港人仍然記憶猶新 是香港世紀疫情期間其中最悲慘的一幕 屍體的處理令死者的家人帶來更大的傷痛 當局至今沒有一個詳細的解釋 完善了之後的立法會 也沒有認真跟進這件事 新租專員趙偉賢今天宣佈 因應去年疫情期間 臉房運作的情況展開主動調查 審言政府提供和辦理身後事相關的公號服務 臉房爆滿悲慘的狀況 至今都近兩年了 政府和議員就沒有做過 認真做過那些查找不足的工作 申訴專員公署 這次其實是做了應該要做的事 公署就說 這次是新冠病毒 肆虐香港 不少人染疫離世 令公眾臉房和公營醫院 臉房的運作 面臨超負荷的壓力 火葬服務需求也一度十分迫切 為了承受 傷痛 傷親之痛的市民 在辦理離世者身後事 的時候 增添了煩惱 這個都說得很溫和 何止煩惱呢 真是相當的慘 身邊或者聽過不少的個案 很多都是很慘痛的一些 不想記回的一些記憶 調查的內容 公署就說會包括死亡登記 臉房的服務 殯葬的安排等等 以及相關資訊發佈的工作 是否有趣 現在這個階段的調查對象 包括衛生署 食環署 醫管局 入境署 然後按調查所得 公署 或者會調整調查的範圍 新冠疫情施約了三年 前後三年 一共五個波 疫情 至今 合共就至少 287萬人 感染 一萬五千人病逝 政府就被指 防疫的策略失當 措施失準 一些資訊的 訊息發放也相當混亂 疫情在今年年初 接近尾聲 當時的政府專家顧問 袁國勇在一月的時候 出席一個電台節目 在美國政府部份 政府有這樣的建議 政府應該參照 2003年 沙士期間 完結之後 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做法 全面檢討個案的追蹤 隔離的 設施 病毒的檢測 以及 軟射防疫 等等各項的 政策 就是準備要下一次大流行的時候可以做得更好 當時袁國勇的建議 有不少的一些業內專家人士支持 認為都應該要這樣做 但是當時三位行會成員 包括月劉淑儀等等 先後開刊就反對 而特首李家超 亦都其後 明確表示不同意 設立這個獨立調查 前特首林鄭月娥 其實在任內的時候 並未排除 對這個疫情 疫情完了之後 進行這個獨立調查 現在這屆政府 就不但無意 查走不足 追究這個失職官員的責任 連遺體的處理 這些其實 都真的這麼說 政府為一些 市民提供的 最後的服務 最後呢 也都只能夠由申訴專員 運用 法例給他的權力 主動調查 李家超和這個 依偉的國長盧寵謀 或者一些 處方的官員 其實 感不感覺到 有點慘愧呢 疫情死亡人數過萬 社會經濟的損失 就更加無法估計 政府抗疫三年 用了6千億 是6千億 審計署之前 花時間查 中文大學的那些餐廳 地面 衛生情況 外人 進餐等等 那些情況 為什麼對這個6千億 真是這個世紀的 抗疫開支 又不感到興趣呢 那 假如一些官員 或者一些部門 抱著一種就是 政府永遠是對的的態度的話呢 其實根本就沒有需要設立 那些什麼審計署 申訴專員工署 那些事實上 世紀病毒爆發 對醫學界 政府相關部門 都是一大的考驗 疫情 揭露了不少 科學上 制度上 運作等等的一些問題 部門 至於醫院 一些相關的一些機構等等 總結經驗 查找不足 重新部署 應對的措施 預防的一些要做的事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專業 合理的做法 李家超早前反對進行獨立調查的時候 就說 沒有需要 認為政府已經知道問題所在 並且已經作出了果善這樣說 這個其實就好像我們日常都會碰到的 不少的了 很多喝醉了的人都會說我沒有醉 有些病到什麼這樣的人都會說 我沒有事 可能轉眼間 就可能已經是趴在地下 當官員說已經知道問題所在 可能正正就是問題的所在 問題所在就是政府以為 那些就是問題 但那些可能根本就不是個問題 不是問題所在 官員誤判 認知上的一些盲點 加上一些 決策官員 剛僻自用的性格 往往是帶來一些 災難性的後果 逃犯條例 修訂草案 就是一個慘痛的例子 相信特使李家超都應該 經歷過 明白過這個例子 但是可能政府自家都不知道問題所在 自然也談不上什麼改善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支持 拜拜